另外跟韩国有关的 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画面 有没有 就是这个美国航母停在这个釜山港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无人机 在上面拍得清清楚楚 答案揭晓 这就30到40岁的中国留学生 有三个人在六月底前利用无人机去拍 无人机看起来性能还不错 所以拍得一清二楚 那现在三个都被抓 第一个 如果是韩国人或者是 官二代的小孩去拍 没事了 因为你无人机拍航母 跟你卫星 卫星现在连中央日报四个字都看得到 那还有什么机密 这个东西就是说 仇中的一个炒作了 第二个 韩国的检察官对总统都很有兴趣 我们看看这个韩国的总统 有几个有好下场 那今天这个问题 你不要忘了 为什么检察总长要造勤 尹熙瑞自己就是检调单位 出来的 他就是检察官出身的 所以这个小检察官想弄个大案 的确有点over 所以小检察官是白幕吗 这是有点 想弄点东西出来吗 而且社会上已经流传 他老婆接受这个人家的红包 可是这么大的动静 检察官会不知道啊 问题是动作太大 12个小时 真的可能不知道 检察总长不愿意得罪尹熙瑞 包括将军 因为每个人都想当学尹熙瑞 说不过有一天可以选总统 尹熙瑞以前都是这样搞啊 就是这样搞嘛 韩国的检调系统 对总统跟总统夫人都很有兴趣啦 不过问12个小时 是有点over的 12个小时 像台湾都不会搞到半夜 12个小时 那个第一夫人装都掉了 你知道吗 有啦 郑文餐也十几个小时 不过检察总长当然赶快道歉 因为老板还是尹熙瑞 他也受不了 而且你12个小时 有点过分 你没抓到什么不得了的证据 但这个会给韩国人什么观感 我说这个检察长拍马屁 检察官英雄是吗 有可能 有可能啦 可能就从此一战成名 这检察官可以选国会议员 对啊 韩国检察官很厉害 可以选市长 算一算很划算 跟黑道里面小弟杀大哥是一样的道理 你杀完大哥就出名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检察长是真的不知道 就是说那个尹熙瑞 那个尹熙瑞老婆接到船票 就乖乖的去了 然后默默的被侦讯了12个小时 然后大家都被瞒在鼓里啊 委员 我觉得这检察长是假的啦 因为尹熙瑞老婆要去 要去接受训误的时候 消息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 你想想看尹熙瑞会怎么做 一定立刻问检察长啊 对不对 应该一通电话就打去了 应该三五个钟头就解决了嘛 对不对 电话打去放人了嘛 怎么搞12个钟头 可能以为就是被抓去走个刑事 但是后来没想到12个小时 因为检察官想出名嘛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尹熙瑞现在民调不高嘛 你看我老婆接受我都没有去官说 让她被12个钟头 所以她民调又稍微高一点了 真的喔 政治人物做的事情 我们不要用常理去推动 她老婆回去 因为她算盘可能跪不完 我看她的老婆是很怕她的 韩国女人在老公面前很没有地位的 我到韩国去二十几天 从来没看老公手里提东西的 那就是老婆手上大包小包抱到小孩 那个老公在前面画画画 但尹熙瑞这个案例可能例外 另外来看这个委员 这是布林肯的毕业旅行吗 7月24号到8月3号 他要访问亚洲六个国家 你看到这些好像都是 他过去打造的这个包围中国圈的国家 越南 辽国 日本 菲律宾 新加坡 蒙古 他任内第18度访问印太地区 然后在越南当然参加这个总书记的桑李 到辽国参加东协外长会议 也预计了要跟这个王毅互动 他跟王毅互动这个时候是怎样 他也是要来求救 要来拜托王毅吗 那7月28号他要到日本 出席这个美日外长防长 2加2安全会谈 十天当中去这么多国家 感觉上都像是沾酱油 你觉得呢 他这趟最大的用意是什么 特别是跟大陆外长王毅 见面的这部分要谈什么呢 我很佩吾王毅 这么浓情蜜意 耐着性子 耐着性子 还要跟他开会 现在布林肯讲话还算数吗 是 拜托了 都已经是后拜登时代了 已经拜登都已经异性蓝山了 所以他是去say goodbye的吗 基本上他即使没有这样表示 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毕业旅行 跟他打个招呼 这段时间捣扰大家 希望能够继续跟美国好好合作 邀请我来演讲一下 对 刚好东盟的外长会议 这次在辽国举行 所以王毅会去 那布林肯当然借这个机会要去 找王毅聊一聊 以后如果到民间公司工作的时候 中国不是有开放吗 是不是让我的公司也有服务的机会 那就帮他讲了 基本上历届国务卿来讲 一个比一个就知道谁的个性 布林肯比蓬佩奥好很多了 好很多 不思维是有念书的君子 他跑这一趟当然是一种维系关系 但是已经没办法解决问题了 但你不觉得他很惨吗 因为我说这个距离 他的主职卸任还有半年时间 但这半年像委员讲的 谁会把他的话认真听了 当然啦 当然啦 对啊 那怎么办呢 他的薪水还在里面 工作还是要继续做 他可能还是要拜托一下 王毅什么事情 当然 当然 对 他能够跟王毅谈的一定是说 第一个最重要是说 您可不可以跟您的好朋友 拜登普丁聊一聊 这个咱们送画面 互相退兵 不要退得太难看 我想这是美国要的面子问题嘛 如果说在最后和谈之前 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 俄罗斯是已经展开了下级公司 只是我们现在新闻都懒得爆啦 他已经很明白了 下级公司在推进 只是他的打法就很奇特 每天吃你一点 每天吃一点 他也不急躁 可是从北到南都维持一个军事进攻 而且战线是不断的往西移动 他已经处在这个局面了 也就是说 两方面已经都心里有数 该谈的时间到了 可是在结束之前 我还是要多贪点小便宜 我想是美国的心意也很清楚了 这个还是要中国做调人 因为中美两国即使现在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基本上是只得回我嘛 两方面还可以就这大事情聊一聊嘛 那互相帮忙传点讯息 全世界能够传讯息给俄罗斯的 大概只剩下两个国家 一个叫土耳其啊 一个叫中国啊 但你想想看在国际上 谁比较稳定讲话这个普丁多多少少 要听得比较进去的 一定是中国嘛 所以中国就扮演一种至少传递讯息了 对因为他跟普丁 他跟布林肯 王毅跟布林肯见面这个时间点 他也跟这个库列巴谈完了嘛 差不多了 乌克兰的 库列巴谈的事情 主要的是库列巴跟哲伦斯基 要有一点的准备 然后把这个他们的需求 透过中国传到普丁的桌上 那普丁有什么意见传给中国 那中国就要库列巴回去 告诉德伦斯基 库列巴跟王毅讲的 会跟布林肯透露吗 当然不会啊 美国也有他美国的立场 也有美国的立场 然后中美双方面也有很多 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要谈嘛 所以中美的这个问题 布林肯已经无力解决了啦 没关系无力解决 还是维持友好的关系嘛 因为终有一天 民主党还是会回来的嘛 因为美国两党政治 你说哪一个党 永远在于党不可能的 所以维持一点好关系 也不是坏事 也不是坏事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中文字ē seve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